大家好,我是刘欣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大家好,我是依禅,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关于爱和伤害的话题。 师父说,爱上一个人,就是给了他伤害你的权利。 当你发自内心地在乎一个人时,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你的神经,你也会因此而变得敏感脆弱。 也许一个冰冷的眼神就能伤了你的心,你太渴望被他认可与疼爱,所以也就更容易被他轻易地伤害。 他一句稍稍冷漠的话语,比其他人严苛地指责还要让你挫败。 也许,爱真的像一种病,深入骨髓,却无药可医。 你的爱一直如此小心,深怕稍不留神,他就会变心。 这不是太过敏感,更不是矫情。 是因为付出了真心,才患得患失,小心翼翼。 其实有时候,你也希望他能走近你,拥抱你的柔软,温暖你的内心。 虽然,你总是扬装着百毒不清。 既然如此,就别再压抑。 爱需要的从来都是势均力敌。 别再把它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位置。 去沟通,去争取,去勇敢表达你的心。 你的在乎,从来不是他伤害你的武器。 两人如果真的相爱,就更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。 没有谁,就天生该围着谁转。 相爱的两人,本就是共同进退的整体。 所以,放心地去释放你的感情。 付出真心的人,都值得被好好珍惜。 我是依禅,每晚八点在这里等你。 希望依禅的话,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 晚安! 晚安! 明天字幕志愿者 opposite